记者刘雨沁 澎湖报道,澎湖政坛新进流行回国热潮,除了前县长赖峰伟有望代表国民党重新回国挑战百里后保作外,前马公市长苏坤雄也宣布将出马角逐马公市长,而前立委林炳坤近来也动作平平,由于表泛蓝出马角逐县长辞职。 习日澎湖政坛三巨头,包括前立委林炳坤,前舰长赖峰伟及前马公市长也是前一长苏坤雄等人,近来纷纷传出回国参选的消息,其中曾击败过现任绿营县长陈光复的赖峰伟林炳坤都意在代表泛蓝阵营,再度与陈光复一决高下,使得蓝营百里侯人选目前陷入胶着,迟时无法推出人选。 曾任二届马公市长,并担任过议长的苏坤雄,本届选举县长虽败于陈光复之首,但主要是输在返乡投票,澎湖本岛得票率并不差。 在现任马公市长叶竹林有意更上层楼,挑战百里侯宝座之际,出面表态将回国参选马公市长,并已获得源于代表蓝营参选的马公市代会副主席许国正支持,选情相对单纯,渴望与绿营一对一捉对厮杀。 至于明镜党马公市长,布局在现议员陈慧玲表态是选议员后,台面上暂时无人,依照绿营惯例绝对会推出人选。 可能会由现任澎湖县党部主委黄建中林为授命,上阵对决回国参选的前市长苏昆雄,虽然与黄的规划参选现议员不同,但基于对执政党的使命还是得应这头皮参选。 可是黄的实力不容小觑,尤其是幕后五交青年票员的支持,仍能放手一搏。